而丽江站是这次量子卫星五个地面观测站里建设周期最短的 从开始改建到完成系统测试一共只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站内拥有目前国内跟踪精度最高的望远镜 那么这次实验当中丽江站究竟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 我们再来看 丽江量子通信地面站位于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丽江观测站内 海拔3200米主要由1.8米大口径望远镜量子中端和中控系统三个部分组成 本次量子卫星科学实验要求地面站实现对星上中端 针尖对脉盲的稳定跟踪瞄减准功能 这就对望远镜的跟踪精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我们是改造了以前的1.8米的天文望远镜 丽江站现在它的望远镜的特点来说应该是我们国内跟踪精度最高的 在500公里以外它的跟踪精度的晃动量只小于12个厘米 这个对我们的一个通信来说是精度已经是足够了 有了这台跟踪精度高的望远镜的帮助 丽江站的跟踪精度和绝对指向精度远远优于任务书的指标要求 这次实验丽江站的主要工作是完成量子双向纠缠分发的实验任务 这个实验任务需要与德令哈站协同工作 当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经过地面站上空时 量子卫星将纠缠的光子分别发射到两个地面站 与之对接的地面站则负责接收光子 地面站跟踪要达到相当高的精度 才能维持稳定的链路对准 直到完成量子通信的实验任务 我们地面站首先是要求我们指的准 然后还要抓的稳 大概只有五分钟左右 这个是非常紧张的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根据我们的望远镜的一个能力 跟踪精度的能力 把它牢牢的抓住在我们的市场里面 使它在我们的市场里面移动也不动 这个时候才能够维持量子通信的一个链接 向我们的地面站发送这个纠缠光子 星地光路对准是量子同时实验任务的难点之一 这种光子的发射与接收被称为针尖对脉盲 因此看得见抓得稳 是保证量子通信的基本前提 在完成量子纠缠分发后 科研人员会对纠缠光子 同时进行独立的贝尔泰测量 检验贝尔不等式的破缺情况 这个实验任务能够实现在真正空间大尺度条件下的 贝尔不等式破缺检验 如果能够给出对于量子力学完备性的证明 就可以对量子力学的基本理论进行验证 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状态已经是具备了进行量子通信和量子纠缠 分发实验的这样一个状态 现在就是等待做这个实验任务